推广正当休闲活动前镇区瑞兴里开办国标舞课程已经超过十年了 在专业舞蹈老师的指导下 学员举手投足都充分展现自信 里长黄登科希望加强宣导 让国标舞能够成为地方的一大特色 许多社区都会安排课程让民众参与 在前镇区的瑞兴里就创办了国标舞课程 不仅让社区居民能够在社区活动 更吸引到社区以外对国标舞有兴趣的民众一同参加 在课程中学员跟着老师的节拍与音乐 开心着排列曼妙的舞姿 学员们也说参加课程不仅让舞姿更进步 也让体态更好了 觉得整个肢体的提升很好就很棒 也就是跟之前还没有来学一直到现在 整个那个我的身体的跳舞的那舞动的舞姿 我都觉得自己进步很多 上课呢老师很严苛 可是我们也都被骂得很爽 然后那个脚哦 那个他的要求很高 我从脚会痛到要去看那个 那个苦课完以后到现在都不用再看了 所以呢我觉得赖老师真的教的是很好 课程老师也说 一开始办课只是教导基本的交际舞 但在带领学员的过程中 看见他们越学越有兴趣 也慢慢增加课程的难度 从原先较简单的交际舞到现在的国标舞 对于看见学员们都持续进步 老师也表示非常欣慰 在我们同学里面看起来都很感动 因为毕竟原先我们是想说社区办一个活动 让大家可以来这边动一动 活动一下运动一下 这样身体比较健康 但是呢 他们越有新的行驶赛 我就觉得 他们越有兴趣 然后我们的责任就比较大 所以跳到现在目前11年 大家还都是不断的在继续学习 全镇59里包括凤山以外都有来参加 远的地方也都来参加 男子也都有 我们是公开性的 欢迎全市其他的热爱国标舞蹈的学员们都来参加 瑞幸里里长黄登科也提到 办理国标舞课程已迈入第11年 过去也会带着舞团到外演出 未来也将持续陪伴着爱跳舞的大家继续增进舞技 也欢迎所有对国标舞有兴趣的民众能一起加入行列 记者李嘉隆 潘文玉 高雄报道